不少人對中藥有黑板印象 覺得老土真的不好喝 為了打破固有的印象 註冊中醫師梁韻善先時 在2016年開辦摩登涼茶店 出售米水、草本茶等茶療產品 還將中醫痣味病的理念 融入產品當中 最重要創立的原因是 以中醫師來講 我經常看別人患病時 都是因為他們吃錯的 所以我有出售先 想大家可以檢查自己是甚麼 體質先去吃一些兒童 大家在流傳好的超級食物等保健產品 先時坦然社交媒體是她創業的第一步 因為比較容易接觸更多人 此外 市場推廣出身的先時 對社交媒體營銷更有自己一套方法 都是兩年半開始 每天出一個post 很堅持每天出一個post 另外我們會希望 有些人喜歡看圖 有些人喜歡看內文 我希望兩種人都可以 立一立那個post 已經帶到東西走 可能只是看圖 我的圖上會有小提示 或者資訊都會在圖上 不會只有一幅漂亮的圖 另外內文會加深入 去解釋圖想表達甚麼 出出先開業只有兩年多 Facebook專頁的粉絲人數 已經有24萬 到底是怎樣吸引粉絲 我想一開始要不要 特意想著把like一定要化成實質的錢 因為如果你這樣想 你出一些post一定會很commercial 你不會吸引到別人看 所以我們都會繼續以初心 或者以教育為本 去宣揚開它 出出先的產品不斷推陳出新 最近更推出紙包米水 先持直言想法都是來自於客人的訴求 我們一開始出很多不同的產品 其實都是來自一些人的要求 我們看到經常的post會解釋 其實你收拾一個這樣的茶飲 就會舒緩到那個症狀 有些人說很難收拾 經常要我一包包那麼少量的中藥材去收拾 所以我們才想到要出一些茶療去配合 好像這樣我們都是慢慢一步一步 跟著讀者一起去發展我們這個業務